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论诚意是如何自己给自己挖坑跳关卡 然后一脸视死如归的的跳进去的 在23年7月27日莲花楼直播间 曾瞬息说等到破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发点福利吧 结果诚意没明白 破案,破什么案 这孩子是在剧里破案破上瘾了吧 经过大家的的解释 他才反应过来 我 你说爱奇艺热度啊 然后就开始给自己挖坑了 我觉得大家还 是要按照观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们得看一看 谁的投票权比较多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他们说的破万要做的事 结果评论区的朋友们都说破万跳舞 程一知道后 心想完了 可是想跑却来不及了 在8月2号爱奇艺扫楼 莲花楼热度直充9500 被主持人催着说立个风 等破万了让程一跳舞 结果很快在8月9号莲花楼便破万了 莲花楼的同事们太卷了 全部都跳舞交了作业 这下就只剩程一了 全网都在催程一跳舞 8月11号 程一湖南参加活动 在现场被催交跳舞作业 程一尴尬而不是礼貌地笑住说 马上就跳了 马上就发出来了 果然是马上 当天晚上就发出来了 跳舞之前那个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一个哭住跳完舞的幼儿园小朋友 一脸的不情愿 但动作是一个都没落下 我还专门上网搜了原版女团跳的昆卡 程一真的是跳得一模一样 就是感觉手脚有点不太熟 彩蛋扭到脖子也真的太可爱了 程一可能是史上第一个跳舞扭到脖子的人 而且还不止扭到一次 之前的版本都看过了 给大家发个昆卡2.0版的 扭到脖子和提裤子一个不少 不过有一说一 是扭得真好看 不过程一这也算是一跳成名了 直接跳到了央视六公主 那里她妈妈还特别高兴地 把她跳舞的视频发到了家庭群里 让程一体会了一把社会死亡 程一只能说你们开心就好 不用管我死活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